拜 上梁典礼在上午11点举行 永和区秀兰派出所及青年社会住宅 这栋大楼面积约有210坪 是一栋地下两层地上九层的建筑物 未来一到四楼作为派出所使用 而五到九楼将提供36户的青年社会住宅 像永和这么地下人丑 交通又这么方便 那我们可以把派出所把它盖得高一些 把这些所有的空间变成社会住宅 那我相信一定是就既安全又便利的社会住宅 它能够结合原来的派出所的用地 那把原来的派出所警政的这个部分 因为内政部除了社会住宅 也包括警政怎么样为民服务 我看到我们警政的部分 派出所的原地 然后透过派出所办公厅设的这个需求跟整件 然后结合社会住宅 我是在看到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创意 朱市长进一步指出 这项工程于103年10月动工 而目前工程结构体施作已经接近尾身了 预计106年2月底完工 未来永和区的中正桥派出所改建成大楼 也会依照如此的模式进行 结合社会住宅新建 协助社会弱势及经济弱势的青年朋友 解决居住的问题 而这也是市政府努力的目标 将扩大至新北市 各区推广 数位天空新闻永和尚报道 集完